天空下的彩虹 今晚印图的嘉宾再次请来精神科医生 胡启斌医生,胡医生你好 胡医生,你从今年的开始 过去每个月都和我们用Dr.Valen的研究 就是Harvard的成人发展研究 来和我们分享他研究出来的结果 这次Dr.Valen和你的相遇 又啟发了你什么呢? 其实和他的相遇和听他两个小时的 我都学到不少的东西 我不会去为大家揭晓 去介绍了一本什么书给我看 但是在这本书里面 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当我们愿意去给一件事 或者给一个人去顺服的话 我们就互相对大家有这样的需要 但是当我们愿意去听一个人的话 其实那个人已经变成我们 独一无二的超级偶像也好 独一无二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人 同样道理 我们都会变成那个人很重要的 生命里面的一个人 所以实在是彼此影响的 当然了 其实我想这一本他介绍的书 讲得出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关系 而Dr.Valen在他的两个小时的 Lectures 和他和我的沟通里面 他都讲得出有一件事 是除了关系之外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正向能力量 这个positive emotion 正向能量 正面的情绪 这一方面的事 是啊 其实很有趣的 因为当他讲的时候 听上去就好像一些 我们的家常便饭 就是大家去到书局里面 都会常常看到有些书 就是教大家 怎样去做一个美满的人生 更加好 生命里面有些什么更加美满 但是Dr.Valen第一句很开宗名义 在他的Lectures 在他的教书就说了 他说其实我们医学界 对这些所谓的正面情绪 positive emotion 是了解得很少的 那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 他第一个方法就是说 大家想想我们揭开一本 主要的医学教科书 大家通常都可能在 图书馆见过的医学教科书 整两三本 整本本都成几千页子 是 很老实的 我都不会满满看均匀 我看的时候通常都是揭几页 就算了 但是Dr.Valen 就很认真地做过 对这些书的研究 他就发觉当中 有一个很惊人的统计 他就发觉到 在这些医学教科书里面 竟然有多过一千句 关于恐惧和 关于忧屈的解释 有多过一百句 讲关于害羞 害怕 罪恶 内疚 和法老 竟然只有五句 是关于希望 关于 hope 竟然只得一句 是关于 joy 喜悦 但是竟然没有任何一句 关于信 刹引之心 和宽恕 即是说很多时候 在医学书里面 很多都是说病例 病理 或者是 负面一点的情绪 那方面的东西 是的 可能就是这个有病 医病 我们的病 成因 但我们不会去想想 当我们有病 或者这些负能量 我们有没有可能 用一些正面的能量 或者正向的情绪 去帮助我们 嗯 那他有这个发现之后 他接着怎么说呢 其实呢 我想在过往五六个月里面 我们都跟大家说过 Dr. Velen 在这个哈佛的 adult development的研究 其实每一次我们都说得出的 就是说 无论是哈佛的学生 一堆天子叫子 或者是一些社会上 出身没那么好的人 只要他们肯乐观 肯努力的 都会有好的结果 那其实我们当中都 隐约猜到的就是 Dr. Velen 他的演讲 是主要关于这些 这么正面的情绪 他相信就会实现了 嗯 所以Dr. Velen 他都很特别的 就问了我们 一条很有趣的问题 他就说 我们当中其实差不多 我想 没有七成都有八成是医生 他就问我们 有没有人可以给到他 一个definition 一个定义 定义 of positive emotion 这个正面情绪 当中都没有什么人敢出声 因为在一个 那么超级偶像面前 其实有哪个人敢说 我们的definition 其实Dr. Velen 他就会用了 几个英文字去形容 就好像 enthusiastic 就是他会觉得 是很令我们 有心去学的东西 这个attentive 就是这个令到我们很专注 但是呢 当他解释了几个字之后 他就给了一幅图画出来 一幅图画 其实是一个小孩 那儿子的脑子 是充满着十万个为什么 然后他就说出了 其实正向能量 就像我们小孩 那时候 满脑子天真 满脑子很想找到答案 这个就是所谓的正面情绪 所以不是这么复杂的一件事 我相信 当他问英雄问题的时候 大家可能要想一些很复杂的回答 但他的定义实在很简单 他就好像一个小孩 那种天真无邪那种的感觉 就是一个很正面的能量 是啊 其实他 我也说了 他用一本书 他介绍了我看一本书 我稍后就会为大家分享一下 哪本书 其实在这本书里面 头一两页 如果大家有看过 就会知道我讲什么书 就是一个成年人 他小时候 很希望他成为一个画家 但是很不幸地 因为爹地妈妈 不想他成为一个画家 所以他之后就变成了一个 飞行员 一个船船船 其实他只会画两幅画 一幅画 就是看上去一顶帽 那欣涂你有没有兴趣猜一下 这顶帽是什么 我看过那本书 那先不要揭住 你一说 你一说 我就想起哪本书 其实这顶帽 看上去就好像一顶帽 其实他想表达的就是一条蛇 吞了一只大笨象之后 这只又肥又炖的蛇 嘟起了肚子 看上去就好像一顶帽 是呀 他是中间那里凸起了出来 是呀 所以其实Dr.Valen介绍的书 都是很多左右腦并用的书 不单只是看这个文字 亦都看画的 其实我自己也很相信 我也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其实我有时候学回来的科学知识 是在这个漫画上学回来的 而不是真的看教科书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好 有时候是刺激你的思想 是比较阔一点 因为你只看文事的时候 你就真的很理论地了解它的内容 但如果你有图画 好像刚刚说你有音乐的时候 我们是更加广阔一点的去明白去接收 是的 所以大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 不妨去想想 当一条蛇吞了一只大笨像之后 看上去为什么会被打的彩虹 胡医生你刚才跟我们说到 这个正面情绪 或者正面能量 而跟我们的关系这方面 是很有关系的 那你跟我们解释一下 其实是的 在那两个钟里面 当我听Dr.Valen的演讲 我最初都没有想起些什么 就是他说这个信望爱的时候 其实对于我听上去 好像一些宗教的说话方法 但是我想事先声明 其实Dr.Valen本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 所以当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医生 他经历了四十多年 在这个哈佛成人发展计划里面的研究 得出的结论 是这么主张这个正向能量 这个这么重要的信望爱的时候 其实都会令我想一下 为什么他会在这些人的成长里面 发现了这件事呢 而当我明白了 他说这个正向能量的时候 其实我发觉到 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 他很focus on 他很主张的就是说 人和人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而Dr.Valen 他不是说只是会 只是说病人的 他是会将一些历史 一些文学上面的东西都会拿来说的 就是好像我刚刚不断在卖关子 讲一本书一样 其实就是Dr.Valen 叫我去看这本书 这本书是讲很多关系的例子 那我都会真的 待会去为大家分享的 分解的 但是呢 他讲这个connection 就是这个关系 他就引用了历史里面的有些事件 他很讲的就是说 当我们回想一下几百年前 其实你猜一下那时候的人 会不会想到 我们会有这个联合国 这个United Nations 这个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就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形成 而Dr.Valen很深信的就是说 在那时候的人与人之间 因为他们实在太多争战 太多斗争 所以我们人类的文明 是会停在那里的 而当我们真的有和平 有这个信望外那时候 我们人类愿意去放下我们的成见 好好地去组织一些和平的机构 或者好像这个United Nations 其实是会带来一个文明上面的进化 一个so called spiritual evolution 这个心灵上面的进化 是 那也是因为世界大战之后 才有一个联合国的 也是可恨的 一个的幸运就是 在这个战乱之后 人终于都安定下来 去想继续这样打 是不是好的一件事 不如就有一个联合国 提倡这个和平 国与国之间的和平 也是的 然后他就用科学上面的东西 去为我们去分解一下 正面情绪的重要性 那Dr.Valen呢 他就说出了两件 不同的科学发现 一件就是这个自闭症 Autism 另外一件就是这个原子弹 那我最初听下去 我会觉得 有什么关系 那跟着Dr.Valen他就说 其实大家知不知道 我们去发明原子弹 是比我们早 去发现这个自闭症的 那跟着我听到之后 我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对我来说 其实自闭症的 其实是由很久很久以前 已经会有的了 就是这些这么严重的 Genetic 的病的话 我想是我们人类 一旦有文明开始 就已经有 但是为什么科学家 不会去发现 或者去研究这些病呢 而我们会扔很多心血 去制造原子弹呢 而Dr.Valen说出了一点 就是说 当科学没有爱的时候 我们制造出来的东西 是毁灭性的 就好像一个原子弹 直至我们将科学 去加上这个爱的存在 我们才会开始去慢慢发现 自闭症的存在 其实那一刻 都会令我感受到 他是一个挺好的医生 因为其实对于我们来医生来说 很多时候 我们会看的就是一些数据 好像我们会跟你说 阿欣涂 你这个血压 今天150 超过90多 你有高血压 但我们不会想的就是说 说完之后 可能会吓得你很害怕 就好像我刚刚 扔了原子弹给你 但如果当我们懂得 将爱 关心 希望 去和一个病人去分享的时候 其实可能他们的高血压 会慢慢变成一个正常的血压 而且你刚才说到 自闭症的医学界 在这方面继续去研究 是很重要的 因为自闭症 基本上就是说 一个人和人的关系 有了一个问题 所以不能够和人有一个 related 不可以和人很正常的去相处 所以你所说的 Dr.Valens 就是用这件事来带出 就是说 如果在科学里面有爱的时候 你就会着重的去看到 当人和人有关系 当中出问题的时候 应该如何去医治他们呢 是的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有用的 就是对于我自己 作为一个医生 也有一个很大的警惕 很多时候 尤其是我们精神科 我们会去看脑 我们会说 去照一下脑 看看哪里中了风 或者照一下脑 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接着如果那个人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又会说 不如去帮他做一些 心理的测验 看看他的智商有多少 就是他的IQ 他的成长会不会有问题 但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没有想过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不去照一下脑 看看我们这个 去愿意为人写己 我们这个信心 这个希望 究竟在哪里的呢 就是我觉得这一点是很特别的 我们不断在脑 每一次那些人去有问题 我们才会去照 但是我们又不会反过去想 究竟我们人类 这个希望 这个人类的 spiritual evolution 在哪里来呢 但是这个可能 是比较抽象一点的 就是你说 我们有一个信心 这是比较抽象一点的一件事 可以在脑子里照出来的吗 这个就是暂时未能做得到 而我也希望 我们的科学有一天 会做到这一点 但是其实 Dr. Velen 去介绍我看的那本书里面 有一句话 就是说得出我们刚刚的 在谈的这个问题 那在书里面说的就是 只有用这个心灵 我们人才可以看得出一件事的真相 我们真真正正的东西 不是用肉眼去看 而是真的用我们的心灵去感受 嗯 OK 那其实我想你刚刚说得很对的 好像刚刚我说 人类去为其他人去写己 犧牲啊 这件事未必是真真正正去照老 照到出来的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写己的精神 人类的文明 其实人类的文明 就会真的停步不前 是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特别 就是他能够在 你一班的 都是精神科医生的一些大会里面 去讲出这个概念 我觉得真的很特别 是的 其实因为好像刚刚跟你说的 我自己也想到一件事的 我平时在精神科里面医的病人 没错 很多是有这个思觉失调 他们想的事情不清晰 但是我自己也会想回 为什么在我们中国人里面 其实我是少见了一些中国人的病人 我会想到的就是说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家庭有爱 我们的家庭身边里面的人 他的容忍力是会比较大一点 对比好像一些白人 西班牙 西裔的人 他们当他们的自爱 他们的亲朋即友有问题 他们就会转介给我们精神科医生 但是我们中国人的病人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 有身边的家庭的人去爱戴 去拥戴他们 去保护他们 可能到有一刻 是直至这个家人 是没有办法去帮到这个病人 我觉得其实这一点很重要的 就是因为当我们有爱 所以才会带来有希望 如果不是的 对这些在这个社会里面的弱势社群 精神病人也好 一些智商有问题的病人也好 自闭症的病人也好 如果我们真的没有爱 没有希望给他们的 其实他们都未必真的在这个社会里面生存到 而你刚才说的爱和希望 我觉得我们只是说出来 一个很空泛的一件事 或者是一个很粗壮的事 但是当然 如果我们能够实行出来 就在说关系了 我如何去爱一个人 那你就在说跟那个人的关系 或者我如何去鼓励 让那个人有希望 就会变成一个关系 大家的 好像你刚才说的 Dr. Velen所提出的 那个字 Connection 大家我们是能够接触到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 你就是说到 Dr. Velen 就说到 如果我们人与人之间 有这个正面的能量的关系 交流的时候 就会对我们彼此产生 这个正面能量 正面的情绪 是吗? 一定是的 我想对我来说 我想回想一下 就是好像我在医学院 当时的这位恩师 他教识了我 如何去做研究 其实对于他来说 他为我付出的 是多过我 可以在那一刻给到他 因为他真的要教我 他用心去教我 如何做一件事 但是对于他来说 是可能生多很多 很多条白头发的 就是我自己今时今日 去教医学生的 我自己其实都很震怒 因为教他们 我要多用时间 而且我们不会 即时见到这个回报 而我觉得 想回一下 Dr. Velen 他那天说的 有一件事 我想我这一刻 是真真正正正明白到的 就是说 我们今晚说的 正面情绪 这些信 忘 爱 刹刃之心 其实不是说 在现在这一刻 我们是可以见到的 我们做的事 只不去散播一粒种子 是希望在若干年后 去帮到其他人 我想我们 这些正面的能量 是很主要 是真真正正的 去帮我们 去面对将来 是当我们这个 现在这一刻 就算经济环境不好 社会环境不好 只要我们愿意去守望相助 只要我们去愿意 去提供我们的下一代 只要我们愿意去 去有这个 关系的产生的话 其实我们明天 是更加有希望 是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 提出来也是很好的 就是说 对这些正面的情绪 不是只是挂在口上来说的 而是真的要 实行出来的时候 就要和人 建立一个的关系 那好像你刚才说 你的恩师对你 有一个的帮助 当时他看不到回报 可能到今天 你不断的 你跟他电邮说 很想见到他 对他来说 可能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原来我教那个 初出茅路的小子 今天他居然 这么想的 和我去见面 我觉得这个也是个鼓励 好像你刚才说 Dr.Valin知道 原来他写的书 你居然可以在节目里 和我们分享 还有这么多次来分享 对他来说 也是一个鼓励 这是互相产生出来的 一种正面的动力 是的 就好像正如我们 喜欢一样东西 可能那样东西 只是做了一些很小的伤害 其实就会带来 在我们生命里面 有很多的伤害 但同样道理 是当我们真真正正 去喜欢一样东西 我们会去愿意付出 那我再说多一点点提示 这本是法国明珠 一个是法国的作家所写的 而小学生到年纪大 成人体一样好看 我觉得这本书很特别的 就是这个很特别的故事的主人浴 在这个太空中 终于来到我们的地球 他最初以为 地球是很多姿多彩 但是后来 他发觉到 其实地球很危险 而终于回到 他自己的星球上面 在那个星球上面 只有一朵玫瑰花 但是他发觉到 当他喜欢了这个玫瑰花 他愿意和这个玫瑰花 去厮守中楼的时候 其实是他一生之中最幸福的时间 其实这本书就是我们的一个 法国的大文豪的 圣修帕里写的小王子 Le Pratik Prince 是 亦都翻译了很多的文字 所以我们看中文也可以 看英文也可以 是呀 其实在网上 就很容易找到这个中文版 或者是英文版 但是因为是我的超级偶像介绍 我自己都很乖乖地去买了这本 英文版的Little Prince 小王子 是 所以这本书 你说小学生看也可以 去到我们成人看也可以 但是当然 那个明白的程度 和理解的程度 就会不同 我自己开始看的时候 都很比一个 作者所形容的 一个小王子的心 是很特别的 他的看义的方法 和他的赤子之心 是很吸引我的 是呀 其实这本书 都令我想起我们今晚说的 很多是这本书出现过的 我们说过 我们人生里面 最重要是找到一个恩师 一个我们的超级偶像 一个mentor 在小王子里面 其实小王子遇到一只狐狸 一只fox 在这只fox 告诉他 当你去纯服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同样时间 你都是被那个人去纯服 是互相依赖 而我想不单是说出了这个恩师 这个mentor 更加说得出的就是说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是很重要的 在小王子里面 小王子和我们书里面的 一朵玫瑰 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和这只fox 都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也都和这个飞机师 跌落了这个赤道里面 而去大家互相去依赖 去互相去认识 而进一步去产生了一个关系 是的 除了在关系方面 也都说到不同方面的情绪 为什么有些人会 常常都很不开心 好像我记得他 其中一个说到 他是一个商人 为了赚钱的时候 常常都会不开心 但是 看到负面能量 如何转为一个正面能量 从小王子的眼中 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是的 在歌词里面 刚刚都说到的 就是说 七宗罪 足以杀掉未来 其实我想 七宗罪 对我来说 就是一些负面的能量 就好像贪心 贪婪 甚至 骄傲 妒忌 但是 Dr. Velen 很提醒 正面情绪 正面能量 信 忘 爱 和刹刃之心 和宽恕之心 而当我们有这些 正面能量 正面情绪 那时候才会有未来 而我想 小王子 在这本书的主人翁 他真真正正 告诉我们 什么叫正面能量 因为当 这个飞机师 和这个小王子 大家都在沙漠里面 而飞机师 在想 为什么小王子 不需要吃 不需要喝 那时候 小王子很却弱地 对他说 你想想 其实在这个美丽的沙漠里面 我们相信 是有一口井 可以找到水 其实 在这个沙漠 一望无际 真是很大的 而最美丽的就是 这口井 是我们肉眼 未必看得到的 所以 真是今晚说回 就是说 我们肉眼看到的东西 或者这一刻 其实真是 未必那么乐观 就是好像 我们看着经济 那样的 还没有好转 但是只要我们深信 在这个沙漠里面 是有一口井 我们心灵 真真正正 会感觉到的 就是希望 和有未来 我觉得 在当中 给我们的啟發 或者提醒 就是赤子之心 很多时候 我们一路成长 很多东西 会令到我们的眼睛 看不到一些很单纯 很原本 很基本的东西 反而看到很多很复杂的东西 令到我们的生活 就会比较匆忙 和很烦躁 但当我们像小黄子 那样 就像你刚才提醒 也说到 如果我们着重一些很基本的 人与人之间那种很温柔 良善的一些关系 这个就已经是给我们 有一个很不同的情绪 或者就会产生这个正面的情绪出来 很感谢胡医生 你今天用Dr.Valen 和最后也用小黄子一本书 给我们这么多的提醒 希望我们在空气中 和听众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也希望我们听众 你也找到一些的恩师 甚至在你周围的人 多点注重你彼此的关系 令到我们周围都能够 产生多一点的正面